自开车违规回转被警方拦查开单 后头身撞黑衣的朋友 质疑警方执法有问题 驾驶罚单都签了 但黑衣男子还想消单 更语出惊人 自保身份 原来想要瞧红单的是台北市长 柯文哲前顾问谢俊舟 眼见被原警拒绝 反向对方笑题大作 冲突发生在台北市 巴德陆四段东宁路口 远警巡逻发现循名驾驶 没等左转灯亮起违规回转 原来他当时拜访谢俊舟 要送对方口罩 抱怨被警方开单 惹得他上前关心 辱骂警方很闲 再度爆发争执 在要了 爆发的过程中 有一名不知名的人士 有上前对分队同样的取缔项目提出 资云 赫市长连任成功 谢俊舟争议不止一中 曾经在台北端节 极限移交险勤费21万 更被指控恐吓前女友 或不起诉处分 行事客观者左右手 如今又呛远警 再度换气负面影响 过年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你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是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好